2019年工商铺买卖成交中数为力来最低 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明指 受本地事件影响 投资者采观望态度 导致成交量极度受阻 工商铺尤其是多数都是以投资市场为主 都很少用家买来自用 影响投资者最主要都是市场气氛 大家看到下半年的市场气氛 真的都不需要说了 如果是铺位投资者 很明显在这段时间都看得很淡 因为受影响最大 都是街铺会受影响比较大 所以大家看到 下半年包括铺位的租金 售价基本上下调幅度都大 但就算下调幅度大 也未必吸引到投资者 在2019年的下半年入市 他都看不通未来前景是怎样 所以基本上都是以观望为主 所以成交量是相当少 写字楼类别的情况和铺位不同 他不是大幅下调租金卖价 反而是投资者持有甲级写字楼的业主 实力相当红厚 他不轻易沽货 以及以长线收租为主 写字楼的租金也有跌幅 但跌幅没有铺位那么大 很多在下半年的写字楼用户 都有向业主提议申请减租 有些业主都答应 但减幅度很小 可能是10% 但几个月的时间 之后又回复正常 所以不会令到写字楼的买卖价格大幅下调 业主又不减价 买家又不追价 令到买卖两限 所以写字楼买卖成交中数 亦变成历年最低 展望今年 潘志明预计 随着减价效应 预计下半年成交量会回升 当中看好铺位成交量明显反弹 但踏入下半年第三季开始 估计就算减价要跌 基本上是跌定了 所以投资者如果真正要出手 因为很多投资者都是零买当投起 太过冒险的事情未必去做 所以下半年开始 估计成交中数会十级而上 但价格都会横行 所以整个2020年 价格都可能会有些下调 但量就会不断提升 如果说反弹力度迅速 可能是铺位 铺位跌得快 而且跌的原因很特殊 第一是社会气氛 突然间很严重地 整条街可以没有人 或者整条街混乱得很紧 第二是游客 因为2019年下半年 基本上都没有团离香港 但会否永远停顿 不会 始终香港也有吸引力 等待时间 或政策的出现 但问题是 一旦有这些元素出现 会回复正常的商业活动 会回复正常的租金 到时反弹力度会大 不准再扣 靠边 担机 到时 要说 划 划